只有这么一个凸跟凹就这样子结合了 以人类来讲实际上是够了 但是作为他们可是恐龙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夫奇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21集 我的YouTube频道上面显示 我已经有超过三天没有更新 这个在我的十多年的变形金刚 更新生涯里头是属于比较少见的 主要还是疲劳累想休息 我告诉你各位 我突然能够领悟到说 原来什么东西都先放下来好好休息 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修行 我今天下午真的是彻底给自己放空 然后睡了一个两个小时的午觉 这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奢侈了 原来放下一些事情不要做 彻底的偷懒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好啊 那现在的话 本来我预计今天想要做的玩具 也不是这一款了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做的是这个 核心级的钢索传承系列最新的一波 但是我因为还是觉得比较疲劳 所以我还是挑了这个比较小的玩具给大家做 那以往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做过三角龙跟雷龙 这次我们要介绍的是左脚的钢索 稍微换一下口味 我们从合体的方式往回介绍 那么呢 以往钢索是恐龙小队中的主角 这一次则成为其中的一条腿 其实先前的话呢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 我们在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龙岩王吧 它的合体的时候 各位没看到它这个头像的logo 其实是三角龙的头冠 那是这一次的话呢 包括了像是 这一款合体之后的这个大头啊 也是跟三角龙是配在一起的 Anyway 这一次的话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那个合体后的一个状态 上半身已经讲过了 这个腿的话呢 合体我要先提一下很大 其实还蛮丑的啊 非常的牵强了啊 很牵强 然后强烈的塑胶感也是比较糟糕 但是玩具的话呢 我也不计较那么多了 那我自己觉得说它比较 需要去检视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雷龙 作为身体的裆部的这个部分 它的这个宽部的关节呢 支撑力度其实不太够了啊 各位可以看到啊 这个配上一条大的小腿 配上一只钢索的重量 它已经撑不住了 那它的结合的位点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奇葩啊 只有这么一个凸跟凹 就这样子结合了 以人类来讲这样是够了 但是作为它们可是恐龙啊 这个就让我觉得 可能不是很足够 但是你平常这样甩是没有问题啊 这个是不至于会掉的 那它的 这个腿部的这个变形的时候呢 有几个 底面说明书的讲解的话呢 其实是写的很抽象 这里面是有个凸啊 它要扣进这个 上面有个凸 这个地方是记得要把它给卡进去 但是我这一款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办法把它卡得很紧 只能稍微放一下 那这个腿侧边应该是摆这样没错 你看到这一块 凸出来这个凸 刚好可以在这个凸这边 来回的游走啊 这个凸在凸里头来回的游走 这是有设计过的 那这个腿的后面啊 它的附带的配件 我是把它扣在后方 那目前的话站立性的话 因为还没有另外一条腿了 所以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有长短腿的状况 应该是不至于会有的 那我们就啊 讲它的这个本体的部分呢 给拆下来 那我们呢 来看一下啊 今天的这一款钢索 它在腿部的状态下 啊 其实左右 你要说它左右不对称吗 还真的是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先把它回复成它的一个龙形态好了啊 龙形态的话呢 只需要把这个部分给搬上去 然后呢 把这个恐龙的这个肚子的 脖子的部分呢 给放下来 做个简单的合并 到这边 那这个腿的话就很简单了啊 这个两腿打开 然后就直接的给往上面 对不对 解开之后 伸直过来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推到侧边 脚转呢 转到前方 然后这个记得是往下放啊 它的尾巴 从这里 拆下来之后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两个凸 跟凹的一个形状把它给扣上去 那它的尾巴直接充当第 我才要说第三条腿而已 你就往下倒了啊 这个 直接 钢索的尾巴直接充当为它的第三条腿 所以它的站立性就会非常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它的可动在龙形下只有脚前后动 还有这个脚掌 你也可以说它是人形的拳头可以动 还有头部可以动而已 那嘴巴不能开啊很可惜 那眼睛是水蓝色 非愤怒状态下 龙爪的话呢不能动 但是做的有点可爱啊 然后 大部分还是塑胶的圆形色了啊 这个袋外露了很多的零件在这边 比较 比较可惜一点 那从侧面来看就是这个凸 很大一块 你这边这样遮起来 它就很完美 但它确实还是凸出了这一块 那我自己已经有提到说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说做的很大的恐龙的这个变形金刚玩具 我喜欢这种长相型的啊 这可以让我想到小时候有一套合玩的一个回忆 那这三个家伙摆在一起的话呢 我还是会觉得三角龙是目前表现最好的一个 那雷龙其实也是不是很差 它只是可动 就是太比局 然后比例整个失调 那相比较的话反正钢索的体态可能反而是里头最难看的 因为它破绽实在太多 背后整个空 然后一个很大的骆驼的驼峰 是比较可惜一点点 那我们最后就来示范它 变形成一个人形的状态 这个背包这个地方打开 两腿这里的话呢 看上去是应该要上下错位了 但其实你硬拔开好像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它其实变形已经差不多 那个手可以转到侧边 然后我们就很熟悉的 把这个钢索的脖子的话呢 给打开 然后露出 然后翻到后面去变成翅膀 那这个翅膀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先提一下好了 你要摆这样 也是可以 你把它往两侧摆开一点 是会有个翅膀比较霸气 但是呢 我们先把这块给折进来 好 但是呢 合绘的话 它确实摆下来 而且按照 如果按照G1的钢索的话 它的翅膀应该是这个形状了 而且手是往上摆 你摆这样也是可以 我后来会觉得这样子摆 可能比较好看一些 那后来的话 我也就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安装方式 总的就是这个看个人的偏好吧 然后武器 就可以握在手上 这个是龙形的尾巴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从恐龙到人形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空洞也毫不意外的就出现了 可动的话呢 比较不良的就是它的手肘没有办法弯 它的手臂只能这样子动而已 而且是一个球形关节 经过这几次的变形把玩之后 其实已经开始有点疲软 有点松了 这个现象的话呢 就是大家用自己用块杆去把它做一个改善好了 身上的细节也是比较动画风格的表现 都是一些方块的刻画 那胸口的一个金色涂装是它少有的一个点缀了 那胸口一个大大的薄派标志 龙头的话是摆在后面 这个话和老G1的钢索形象是差不多 我个人还是比较能接受的 脚底板很大 那但是没有接地了 站立性是妥妥的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最后的人形对比 我相信吧 大家还是会投三角龙一票 对不对 它在各方面的表现依然是最好的 那钢索的话呢 就是可以排到第二位了 主要也是同行衬托 也就是这款雷龙 是被牺牲的最凄惨的一个 整体来说的话呢 它是一款可以合体的玩具 也就是说它是有恐龙机器人 还有一个大合体状态 我认为以官方的定价来说的话吧 它应该会出到六个对不对 就六个都买起来 价格也是挺便宜的了 比起现在很多小比例的合体 或者是更大型的MP级别的合体 动辄收起来就是要三四千块钱 小比例的合体一套也要三四千 甚至四五千块钱台币啊 那大MP级别那就是超过万元以上来说 我觉得这种比较能够尝识 多次拿来把玩的小比例玩具 而且是官方的产品 我还是会比较推荐的啦 这种有疗愈的功能 而且又是经典的人物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 未来的话呢 是不用任何的怀疑 我一定会把这一套给收完的 当然可能也要吐槽啦 官方的玩具 你哪次不是把它全部买来了呢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情怀吧 那透过跟大家分享玩具呢 输解我的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啊 也跟大家建立一些感情上面的交流 那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